第1255集 豁出去了 莫小鱼听到这儿 一愣 这鱼子哥的父亲不是胡京省的常务副省厂吗 怎么去证监会了 一个省级干部去证监会 能干什么呀 皮特笑笑 也没有多说什么 反正他们也不是第一次见面了 所以就没再多说 哥子 你和莫先生 好了多久了 皮特笑着看下莫小鱼 但是问的却是鱼子哥 看来是不相信莫小鱼 和鱼子哥之间的关系 半年多了呀 莫小鱼刚刚张嘴还没说呢 话题就被鱼子哥抢走了 这是最好的默契 统一口径 一个人说 省得说错了 莫先生是做什么的 刚刚余小姐说 你是搞艺术的 也做生意吗 玫瑞这个时候笑咪咪的问道 她已经从最初的震惊中醒悟过来 联想到最近发生了一些事 她开始变得愤怒起来 而且连带着对鱼子哥也开始怨恨 但是她是一个很善于掩饰自己情绪的人 尽管这么说 可是没人看得出此刻她已经生气了 这个女孩可谓心机深沉 啊 画画 我是搞绘画的 莫小鱼咀嚼着一块很小的牛排 优雅地回答着问题 她很怕自己跌了份 这仅有的一点西餐礼仪 还是跟着苏菲学的 看来要和这些假洋鬼子打交道 还是要再继续学习一下西式的礼仪 可能在将来的时间里 自己还少不了和这些矫情的人打交道 是吗 现在的艺术家可真是了不起 依靠绘画也能身家千万以上呢 Mary笑笑说道 是吗 那你现在是身家千万以上吗 于子哥倒是没听出来Mary的讽刺 回头问莫小鱼道 咱们的钱不都是你拿着吗 我有多少钱你不清楚啊 莫小鱼还开起了玩笑 这句话对周围人的杀伤力 绝对胜过刚刚进来时 于子哥叫的那声老公 逢场做戏假戏真做 这点小伎俩莫小鱼可不陌生 甚至是接得恰到好处 这倒是将了于子哥一斤 莫小鱼看得很清楚 于子哥居然有点脸红了 哼 我作证 他可没有那么多钱 于子哥举起酒杯 或真或假的配合着 那莫先生可不老实啊 没有向老婆交代自己的全部家底啊 莫瑞依旧不肯放过莫小鱼 莫小鱼这次忍无可忍了 拿起叉子插了一块牛排放到嘴里 慢慢的咀嚼着 边嚼边说 哥子啊 莫瑞小姐看来对我挺感兴趣的 我的家底都要被调查了一清二楚了 所以那句话说的真没错 防火防盗防闺蜜啊 无论怎么说 这顿饭吃的都不愉快 大大出乎了莫小鱼和于子哥的意料之外 但是这个意料之外 让皮特和莫瑞也是分外恼火 你刚刚太失态了啊 坐进跑车里 皮特和莫瑞说道 后视镜里的于子哥 依旧是挽着莫小鱼的胳膊 看上去好像真的很亲密一样 他们正在酒店的门口等出租车来 很显然 于子哥是来示威的 我也终于知道 汉顶集团为何要在下周复牌了 看来是莫小鱼这混蛋 把于子哥拿下了 肯定的 莫瑞说道 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于子哥的父亲刚刚去了证监会不久 汉顶集团这个案子 是他抓的第一个案子 而且证据确凿的事 你想 这是莫小鱼在于子哥这里说几句话 就能撤销的吗 不大可能 绝不可能 皮特非常肯定的说道 那你的意思是 汉顶集团给了于和阳好处了 于和阳就是于子哥的父亲 现任证监会副主席 排名靠前 皮特一边开车 一边摇头 这也不可能 于和阳是个很谨慎的人 我和于家的交往很多年了 于和阳的脾气 我还是知道的 既然能答应我们 就不大可能再吃另外一头 所以 不大可能 要是这一次不是我们逮出了 汉顶集团的把柄 就算是我们承诺再大 我也难说懂他 把这第一把火 烧到汉顶集团的头上 那可不一定 我就不信 因康宁还能找到更高的关系 难道 还是证监会主席 Mary问道 证监会主席 倒不大可能压下这件事 但是其他人呢 我们接下来好好查查这事嘛 以前见于和阳 都是一句话的事 但是这几次 不但不接我的电话了 就连于子哥的口风 都封住了 看来汉顶集团副牌 是没有疑问了 皮特说道 那怎么办 我回来这一次 就白忙活了吗 Mary不甘心地问道 你放心 怎么可能呢 我会让我的朋友 组织一笔钱 炒一炒汉顶的股票 空手而归 怎么可能呢 这次回来 我本打算 就算是不把汉顶集团打垮 也要把我们家失去的东西 都拿回来 我父亲为了这事 都窝囊病了 你还是再找找你的同学 看看金门的事怎么办吧 Mary说道 老伴 你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我肯定会帮你出这口气的 既然是汉顶集团 现在可以缓过来这一次 但是下一次 可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 而且经过这次爆炒 我会让汉顶集团 彻底失去信誉 不会让银康宁的日子 就这么好过下去 Peter在等红灯的功夫 伸手摸了一把Mary的脸蛋 跑车风驰电车的 向酒店驶去 Mary知道 自己女友的角色 还得再扮演下去 为了报复银康宁 拿回自家的公司和财富 她可谓是豁出去了 哎 好了好了 人家都已经走了 还这么搂着抱着 有意思吗 莫小鱼看了一眼 依旧挽着她胳膊的 鱼子哥说道 哎呀 好久没有抱自己 喜欢的男人的胳膊了 还别说 感觉就是不一样 鱼子哥笑嘻嘻地说道 哎哎哎哎 先说好了 我可是有女朋友的人 你不要再浪费感情了 行了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先走了 莫小鱼把话说得很明白 鱼子哥一愣 随即非常感伤地说道 莫小鱼 你知道吗 你救过我的命 古代女子 估计早就一生相许了 我可是考虑了很久 才做出这个决定的 你也不想想 人这一生当中 能遇到几次生命危险啊 你又恰好救了我 这不是缘分 是什么啊 那么马鱼